凯莉是一个最新的跨境电商 最新的分享经济 那分享什么内容呢 当然是分享故事了 那故事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美惠必到来 所以呢 今天有上线的所有的伙伴 肯定都收获很大 因为不同的人的故事 带给我们不一样的 这个心灵的这种感受 心灵的滋养 我之前说过 我们做凯莉实际上很简单 就两个字 就四个字 两个词 叫输入跟输出 那今天呢 我们所有参加会议的 这些在聆听者呢 都叫做输入 因为从这个会议里头 得到能量 给我们充电 就像手机没有充电的话 再多的功能 我们也没愿 那输出呢 就是我们的这些 乐于奉献的这些 可以说叫义工 我们的Mendia 我们的红卢 我们的三位分享嘉宾 他们都是在输出 把他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经验 感受 输出来 给大家能量 所以就做这么简单的事件 这就是大道之间 越简单就越有成绩 越简单 我们的幸福指数就越高 越简单 我们的效率就越好 一复杂呢 就没有办法 有效率出来了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要去意识到 了解到凯莉这么好的产品以后 我们要发我们的慈悲心 我们的菩提心 去普通众生 去把信息传递出去 去关爱我们 跟我们有缘的人 我们关爱 我们分享 我们帮助 这是凯莉 经营凯莉真正的秘诀 完全颠覆了 过去几十年下来 在网络行销这个行业 原来的那些做法 因为那些做法呢 都很多都已经过时了 那今天因为我们凯莉的愿景 凯莉的文化 凯莉的初心 凯莉所有的这些内涵 让我们做法 完全不需要过去 那些传统的那些方法 因为那些方法 反而会给我们很多人 带来困扰 我们只要用干干净净的心 就像林博士 这么干净的灵魂 来经营一项事业就可以了 你看林博士 因为他的初心 因为他的善良 赶招了 这个 柏格老师 好 柏格老师呢 也是愿他的 愿他的发心 他发心下半生 要跟林博士一起 把凯莉做大做强 又赶招了我们这些优秀的经销商 跟他们一起 所以呢 林博士 Steve跟柏格老师 组成了我们公司 最最强大的三国 鼎立 就是三组鼎立 最最坚强的这个创始团队 因为他们三个都有20年以上的经验 所以无论从产品 从网络 从物流 金流 还有从我们的市场营销 好 全部面面到位 才有今天这么 强大的这个阵容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我们的使命 所以呢 我们越认识我们的凯莉 我们的认知 我们的这个境界就会越高 格局就会越大 这个格局呢 不仅仅吸引 50后 60后 70后 一样可以吸引 80后 90后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出来 00后了 不知道我们的团队 有没有00后的 这个伙伴 应该可能有出来了 所以呢 横跨这个几十个年代下来 每一个人都需要 为什么 自己身体有毛病的 有亚健康的 我们需要凯莉产品 因为凯莉产品是让亚健康的人 变得健康 凯莉产品是让健康的人 保持最佳状态 比如说就像刚才了 我们的俊宇的分享 虽然他是85后 但是呢 因为传统工作 每天剪片 很辛苦 一直坐在那里 照样 也是有一些慢性疾病出来 所以为什么 我说 要想坐到家里 没病人 真的是不可能 但是呢 又是我们的目标 我坚信 经过凯莉产品 这几年 这个下来之后 未来可能很多人家庭 因为有我们的亲戚水 因为有我们的NM 因为有我们的子弹器 真的变成家庭 没病人 这才是我们真正真正的目标 到目前情况来看 我觉得是很难很难 为什么 因为市面上尽管有几千家 上万家这种保养保健品的公司 但是能够达到凯莉这么有效的 又安全又有效 吸收率又高 15秒钟就可以被身体吸收了 全世界只有一家 叫做凯莉 所以我们是何德何能 何其的有幸 能够接触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有机会来服务众生 来普度众生 来让我们的目标 践行在家里没病人的方向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功德无量 所以让自己健康是福德 是自己的福报 自己健康 不要受病痛的折磨 我这个人最怕的 医生最怕的就是打针 我看见针我都会晕 所以我最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 你让我干活 再怎么辛苦我都不怕 但是呢最最害怕的就是让我去医院 所以我在加拿大15年 17年将近18年的时间 我只去过医院去过一次 就是生我老二的时候 去待了24小时 24小时就出院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目标就 虽然身体也有一些压健康 到了这个年龄都是难免的 但是还好我一直很注重保养 对家里没有人住院 对是 为什么 因为自从我来加拿大 我知道这个健康的重要性 我不断的 我发在所有赚的钱里头 抓在保养品上面是最多的 只要他们有需要 我奶奶 我父母 我公婆 都是这样子 我就是跟他们 他们一拿到这产品 哇这么漂亮的包装 这么好吃的产品 是不是很贵呀 我说你不要问价钱 好 只要你吃的好 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就是家庭 就是我们的 我们践行的目标 因为我小时候 看见我奶奶 风吹一下就倒 风吹一下就倒 就倒 我真的是很心疼她 我说奶奶 可惜我不会 没办法替你生病 如果能替你生病 我宁可替你生病 但是这世界上 你没钱花 别人可能会帮助你 你没有房子住 可能别人会给你住 但是你生病了 没有任何的可以 代替的良理 因为我们团队太多这样的 叫做患难夫妻 就是太太生病了 哇老公变成护理员 然后呢 看着太太那么难受的样子 又没有办法代替她病痛 所以我们团队里头 好男人真的很多 看到太太生病 都不遗余力的 不断不断的去寻求好的产品 来帮助她 最终也是太太的福气 因为凯莉的产品 让她存获新生 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土姐姐 就是这样子 很典型的 还有江主呢 对她的这份爱好 不断的寻找新的产品给她 让她 好 癌细胞指数 降得那么低 所以呢 她非常非常的感恩 她就说 我今后要用我自己 真实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 去帮助这么多癌症患者 能够相信我的人 都是他们的福气 不相信的也没有办法 好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好 这就是我们要 通过这个平台来普度众生 好 来帮助 帮助世界 这么一个决心 所以呢 只要我们的认知度越高 在凯莉如何获得成功 很多人都问我这句话 好 实际上成功很简单 就是保持自己的初心 就像林博士一样 有一颗干净的灵魂 就像道圣和福一样 钱不是赚来的 钱是你帮助了多少人 得到他们所想要的钱 自然而然会到我们身边来 好 所以钱 我们钱不是赚来的 所以我呼吁我们心上所有的伙伴 撇开传统网路营销的一些 特别那个技巧啊 方法呀 什么之类的 不需要从自己的真心出发 用我们的心来做事 我们才有办法天人合一 好 才有办法有不断 远远不断的能量 因为上天会加持我们 能量越高 我们的财运就越好 很多人你不请 都会主动来找你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太多的数 太多的方法技巧去搞定别人 会得不禅食 为什么 得到别人的能 也得不到别人的心 大家认同吗 好 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所以我们得人心才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人在左天在看 所以呢 我们今天如何经营凯莉 很简单 我们就是秉持林博士的 这种厚道 朴实 善良 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 自然而然就会感到对的人到身边来 我们要成就一份事业 我们肯定要对 我们肯定要同贫共振 好 不同贫的人 好 你求他也好 怎么样也好 也没有多大运出 为什么 以利相交 利尽则三 所以呢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 用自己的真心 用自己的真情 真情来经营凯莉 就可以了 你看下 很多很多伙伴 为什么短短的时间 好 特别是在我们团队很奇怪 越是没有这个经验的 他发展的越快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没有 跟人家那个 别人对他信任度很高 很高的时候呢 他真的产品 有这么好的效果的时候 自然而然 自然显现出来 这就是 其他平台 可能未必 没有办法 就是用我们的真心 做事情 但是凯莉 绝对绝对可以 只要好好的 乖乖的用产品 你还没改变的时候 就让自己快速改变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好好把未来 两个月的时间 安排好 我们关爱 我们分享 我们帮助 我们不要去求 任何一个人 我们只想把我们的 正信正念 把凯莉的好处 分享出去 我们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获得多一个 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 不要去求人 人道无求品质高 千万不要去求人 我们用我们的正信正念 把这份爱 把林博士的这种 高维的灵魂 把它分享出去 吸引更多 跟我们同频的人就够了 同频人在一起 干活不累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 感恩大家 感恩我们的门点 感恩祝福大家 我们拉斯维加斯见 感恩祝福大家 感恩祝福大家